大家好,我是新世界昌学王的严世良老师 父親 役割 役割 平均 平均 寿命 寿命 伸び 伸び 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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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下 低下 少子高齢化 少子高齢化 休息 休息 進む 高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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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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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 同時 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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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て さて 正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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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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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の中 忠告 亡くなる 亡くなる 焦る 焦る 果たす 果たす むしろ むしろ ます ます 危機管理感 危機管理感 常々 常々 語る 語る キャンプ キャンプ 多様化 多様化 あ あ あ プラン プラン くわわ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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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十課的語法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語法 我們來看一下叫做 により によって 和により 那麼首先我們來觀察一下這個形式 各位同學會發現 首先大家會知道 により 和によって 應該是完全一致的 那無非 它們兩個都是動詞より的中盾 一個是マスキング中盾 和一個是貼形中盾 大家知道 動詞在做劇情的時候呢 マスキング中盾和貼形中盾 它的用法是一樣的 都是逗號要跟後面一句話 而後面一句話呢 往往也是一個 有獨立位語的一句話 對不對 而如果是により 它以這個動詞原型出現的話呢 那麼大家知道 無非兩種情況 要麼放在句字末 用來截句 要麼放在名詞之前 做電影修飾名詞 但是意思呢 應該和により和によって 是一樣的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劇情看來結束 結束大家先在課本上滑一下 名詞加上によって 名詞加上によって 這個大家一定要記住啊 因為實際上呢 今天呢我們會學習 によりによって 這個劇情的三個用法 以後我們呢 我們還會繼續學習 它的另外兩個用法 因為這個劇情啊 一共加起來有五種用法 但不管哪一種用法的話 它的接續始終是不變的 都是名詞接上によって 或者名詞之下によって 這個形式 那麼名詞加上によって 這個劇情之後 它到底表示哪些含義呢 首先第一種情況 我們在這裡學習它表示 原因的 因為所以 換句話說 前面這個名詞就是原因 逗號造成了後面這個結果 因為這個名詞造成了後面這個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例句 第一句 少子高齡化の進行により 労働力人口が減少した 少子高齡化の進行により 労働力人口が減少した 其中少子高齡化の進行 就是労働力人口が減少した的一個原因 由於少子高齡化的推進 而導致了勞動力人口的一個減少 第二句 大雪によって新幹線に1時間の遅れが出た 大雪によって新幹線に1時間の遅れが出た 大雪就是我的原因 因為由於大雪 所以導致了心幹線晚點了一個小時 下面 今回の地震による津波の心配はありません 今回の地震による津波の心配はありません 這裡的話 ちょうしゅに用動詞原形的により 來作電語修飾後面名字形式 但是表示原因這個還是不變的 所以所謂的 今回の地震による津波 津波是海嘯 怎樣的海嘯呢 由於這次地震而引發的海嘯 這個擔心是沒有的 所以によってによりにより 這個劇情的第一個用法 它是表示原因理由的 じゃあ來看一下第二用法 第二用法 同樣是名詞俱加 剛才我說過 它的接続是不會發生變化的 但它表示的是方式方法手段 也就是前面這個名詞 是我做到後面這個動作的一個方法 比如說第一句話 事件の真相は調査により明らかになった 事件の真相は調査により明らかになった 那麼世界的真相變得明朗了 世界的真相是通過怎樣的方法手段 變得明朗的呢 是通過調査 調査就是它明らかになる的方式方法手段 再比如說 ほとんどの仕事はパソコンによって行われている ほとんどの仕事はパソコンによって行われている 絕大部分的工作是怎樣進行的呢 是通過怎樣的方法手段進行的呢 是通過パソコン、電腦 這個方式方法手段進行的 所以によって的第二個用法 它是表示方式方法手段的 除此之外 我們今天再介紹另外一個用法 既是不便同樣是名詞加上により或者によって 它表示的是 依據不同的情況 产生不同的結果 這個用法 大家直接把它理解為四個字 就直接叫做 事情況定 事情況定 其實我們一看例句 大家就知道了 人によって考え方が違い 人によって考え方が違い 人的想法得是情況而定的 每個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樣的 再比如說 第二句話 遊びに出かけるかどうかは あしたの天気による 那麼第二句話的話 它是把による 用動詞原形形式放在句末 結句了 但意思不變 對吧 遊びに出かけるかどうかは 到底要不要出去玩呢 是あしたの天気による 都取決於明天的天気 所以大家會發現 事情況定 這個含義的により により によって這個句型 它翻譯成中文的時候 往往就翻譯成 依據 根據 或者取決於這樣的翻譯方法 那麼在這裡啊 再給大家講幾個 我個人覺得比較典型的例子啊 幫助大家去理解 什麼叫做事情況定 事情況而定 這個によって的用法 比如說 可能各位同學 畢竟尋到終極了 跟我一樣 都會有這種感覺 對吧 自從我學了日語之後呢 就很多人就問我 日本人不喜歡 怎麼怎麼樣呀 或者中國人 喜不喜歡 怎麼怎麼樣呀 對吧 那麼大家會發現 實際上比如說 我們以中國人為例好了 如果有日本朋友問你 中国人は辛い食べ物が好きですか 中國人都喜歡吃辣的東西嗎 這個時候你覺得 應該怎麼回答呢 你會發現很難回答 因為中國人可多呢對吧 那麼不同的地區的人 對食品的喜好 肯定不一樣 就算都是在上海 都是上海人的話 那也有喜歡吃辣 和不喜歡吃辣之分 所以到底中國人喜不喜歡吃辣 是不是得視情況而定啊 對吧 所以 人によって 食べ物への好みが違ってくる 人によって 食べ物への好みが違ってくる 你就這麼回答人家 這個 對食品的喜好 是要視情況而定的嘛 對吧 是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因人而異 因人而異 對吧 那麼 再比如說 也都是我們中國的地域 非常的廣闊 所以 有的詞彙啊 在我們 上海的同學當中 是這麼使用的 但是在其他地域同學當中 可能不是這麼使用 比如說 以前我在留學的時候 我的印象非常當中 印象當中非常深刻的就是 我和一個北方來的一個同學 出了冷影 這個中文 那大家知道 作為上海同學來說 大家可能理解啊 冷影我們的意義當中的話 都是對應到 アイスクリーム アイスクリーム 冰淇淋這個含義 但是 對於那個北方同學 他的理解呢 冷影就是 冷たい飲品 冷たい飲品 的意思 所以當時我會發現 我跟他的這個用法上 這個含義上 既然會有差距 在這種情況下 既然沒有辦法很快的 準確的理解到 對方的含義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 原來 那言葉使用 我们的措辞要是地区而已的 每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通过这样的例子 希望大家理解 什么叫做是情况定 这个含义的 によってにより的用法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面一个句型 だけでなく だけでなく这个句型 首先来看一下接续 接续的话一句话 因为它就是和だけ的接续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名字的话是直接接上だけ 同样现在有直接接上だけでなく に形容词用它的简体中指形 简体接续小句形式接上だけでなく な形容词用它的なだけでなく的形式 而动词和意形容词样 也是用它的简体中指形 接上だけでなく 那么だけでなく这个句型 它到底什么含义呢 其实它的含义很简单 它就是だけ本身的用法之后 再搭配了否定的 deny的用法 大家知道 当然我们在之前学习 dake很多的用法 在这里它对应到是 dake最最基本的用法 就是限定 只指 只是 仅有这个含义 那么 deny的一个中的形式 dake 是限定 deny的なく 还限不限定呢 就不限定了 不限定的话 它翻译成中文就是 不仅前向吧 而且还有后向 所以大家会发现 dakeでなく 它前面跟上一个a 逗号后面跟上b 而b的后面呢 当然往往会以 类似于 mo之类的表达 出现居多 那么当然不单单是mo 以后我们会学习 其他很多的表达 也可能会跟在 dakeでなく 这样的句型后面 所以 a dakeでなく b mo nana 这个形式表示 不仅是a 甚至连b 也是这个情况 对吧 就有种 类似于英语当中的 not only but also 这样的一个句型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母親が子供に 这是一个 妈妈 对孩子说的一句话 她说了 肉だけでなく 野菜もちゃんと食べなさい 什么意思呢 不要光是只吃肉 你还要多吃点蔬菜 对吧 肉当然也要吃 但不仅是肉 还要吃蔬菜 下面一句 彼は歌がうまいだけでなく ダンスも上手だ 彼は歌がうまいだけでなく ダンスも上手だ 现在很多的艺人 他是个唱跳歌手 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下 对吧 他不仅 歌唱得很好 而且呢 跳舞也非常擅长 下面 この漫画は子供だけでなく 女子高生にも人気がある この漫画は子供だけでなく 女子高生にも人気がある 什么意思呢 这个漫画 不仅是孩子 在女高中生当中呢 也非常的有人气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だけでなく 就是我刚才说的 相当于英语中的 のとればとおそ 那么也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 其实我们二集 和以后一集的阶段呢 会学习很多的 其他的和だけでなく 同样表示 不仅而且 这个含义的剧情 到时候呢 大家可以放在 一集去记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一个语法 そのもの 那么 そのもの这个剧情的话呢 它说白了 其实啊 也是这个词本身的含义 その就是那个 もの就是东西 它就是那个东西 本身的含义 那么它有两种情况 绝大部分的时候呢 这个そのもの啊 它是接在了 一个名字的后面 如果接在名字后面的话呢 而且大家注意了 是直接接在 那个名字后面 そのもの和名字之间 是不需要任何 其他格柱子的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表示的是 那个名字本身的意思 比如说 計画そのものに 無理があったようだ 計画そのものに 無理があったようだ 無理がある 就是有些 行不通的地方 那么什么东西里面 有行不通的地方呢 計画そのものに 是计划本身 那里面有些 行不通的地方 再比如说第二句 一冊の本との出会いは 彼の人生そのものを 大きく変えた 一冊の本との出会いは 彼の人生そのものを 大きく変えた 与这么一本书的 邂逅呢 改变了它 人生本身 人生そのもの 人生本身的意思 所以そのもの 如果跟在了 这个叫做 名词后面的话呢 它是表示 前向名词本身 这个含义 除此之外呢 そのもの 它有的时候 可以接在 部分的 な形容词 子干的后面 大句了 也就是要把 字尾的 打去掉 直接跟在 字干后面 这个时候呢 它不表示 前向名词本身了 它是表示 这个な形容词 程度非常高 对吧 簡単そのもの 非常简单 この魚は 新鲜そのものだ 非常新鲜 比如说 我们第三句 例句也是的 あの子の笑顔は 無邪気そのものだ あの子の笑顔は 無邪気そのものだ 那个孩子 他的笑脸呢 是非常的天真无邪 的含义 这是そのもの 这个剧情用法 好 再来看一下 下面一个语法 なになにとどうじに とどうじに 这个剧情的话 在上节课 我们词汇表当中 出现どうじ的 这个单词的时候呢 我曾经也给大家 预告过 这个剧情时 说白了 它就是这个 同时 这个含义本身的用法 那么接续 大家可以先滑一下 这个と啊 说白了 它就是 这个和的这个と 所以呢 它前面呢 很多时候 要求的是名词 名词可以直接加 とどうじに 但是作为剧情来说呢 如果不是名词直接加 也可以 比如说 名词可以用 であるし とどうじに 那么大家知道 如果加上了 である这个形式的话 である本身就是 判断的 this这个简体 所以再加上了 である的话呢 它就加上一层 是这个含义 对吧 那么 一形容词 是用圆形 加上とどうじに な形容词 用词干 或者呢 な形容词 用である形式 加上とどうじに 而动词呢 用它的简体中指形 可以直接加上 とどうじに 或者呢 动词 也可以在后面 加上形式体验の 把它变化成名词之后呢 再加上とどうじに スタートの合図と同時に 雨が降り出した 几乎 与我 离开家 同时发生的是 什么事情呢 就是 开始下雨了 这用法 所以 如果 とどうじに 前後根 是动作的话 表示这两个动作 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但如果 不是动作 而是两种状态 或者身份的话呢 那就表示 这两种状态 或者身份 同时存在 但实在是 注意了 不管是不是动作 还是状态的问题 这个剧情 你只要老记住 它翻译成 汉语翻译成 同时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理句 吉田さんは 貿易会社の 社員であると同時に 作家でもある 吉田さんは 貿易会社の 社員であると同時に 作家でもある 同时具备了 这两种身份 这个吉田 他作为 贸易公司的 员工的同时 他也是一个作家 的含义 这是我们说 とどうじに 这个句子的用法 再来看一下 てならない 这个形式 てならない 首先看一下句型 它的接续 接续的话 实际上很简单 这个て 就意味着中盾 所以前面这个词 怎么接上 てならない 一句话 它的本身的 中盾形式 去接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会发现 因形容词的话 是把字尾的 一变成 く再加上てならない 动词的话 是用它的て形 加上てならない 而な形容词的话 是 でならない 都和它们本身的 中盾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てならない 这个句型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是表示 非常十分 怎么怎么的 不得了 这个含义 那么一说到 怎么怎么的 不得了 这个含义 很多同学会想起来 我们在之前的 语法讲解当中 曾经学过 てしかたがない てしようがない 这两个形式 对吧 てしかたがない 和てしようがない 这两个形式 那么既然 てならない 和它们一样 都可以翻译成 它语翻译成 怎么怎么的 不得了 所以实际上 它们就是一个 敬意句型 那么当时 我们在解释 てしかたがない 和てしようがない 所以讲过 它之前跟的 往往就是一些 表示感觉 或者感情的 形容词和动词 表示这感情 感觉的程度 高得不得了的意思 那么今天的てならない 和它们是 敬意句型 但却不完全同意 它们的区别 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一说 てならない 这个剧情 它的主观性较强 所以换句话说 てならない 它前面不太会跟上 一些身体感觉的 表道方式 比如说 我们当时说 像てしかたがない 或てしようがない 它前面到底是 主观的感情 和身体感觉 都可以 对吧 我很开心 叫做 ゆれしくてしかたがない 我肚子很饿 可叫做 お腹がすいてしかたがない 都是可以的 但是今天てならない 前面基本上 只能跟上一些 主观的感情 身体的感觉 你要说 お腹がすいてならない 的话 就会不那么的合适 虽然不能说 完全错误吧 但是尽量避免 这样的表达形式 所以てならない 它前面往往跟的是 主观的情感 它形容词表示 情感的程度 高得不得了 我们来看一下 例句 第一个例句 在比赛当中 胜了 我开心的 不得了 第二句 入学試験に合格できるかどうか 心配でならない 入学試験に合格できるかどうか 心配でならない 这个入学考试啊 到底能不能合格 我担心的不得了 都是主观的情感 对不对 第三句 さっき彼女の言ったことが 気になってならない さっき彼女の言ったことが 気になってならない 気になる 是在意介于 它也是一个主观的表达 所以它刚才说的话 我在意的不得了 对于是てならない 这个句型 那么这个句型 除了它的含义之外 还要注意一下 它和てはならない 这个句型的区别 我们学过很多句型 当中加一个わ 少一个わ 本身句型的含义 并不改变 但是てならない 和てはならない 它完全是两个 不相关的句型 てならない 它是表示程度高得不得了 而てはならない 这个句型 它写约等号的话 应该和てはいけない 好像约等号 是禁止的 不能这么做 所以这两个句型之间的区别 应该拿到技术 千万不能用错 好 那么第十课的语法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下一节课 我们将进入 第十课课文的学习 谢谢 感谢观看